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设嫌抄袭 这个理由听起来实在牵抢就像是一个借口 一篇文章竟然搞掉了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你相信吧 于是乎有关于军方派系斗争的阴谋论 传着圣骁城上 今天国军的尊严形象被建纳成无死 实在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马英九总统说 他身为三军统帅 针对国军的缺失绝不护断 但也不能够以偏概全 一肝死打翻了一船人 这对于国军来说是不公平的 马英九还指出 大家要记得国军对于台湾的贡献 台湾的光复 台湾的保卫 台湾的建设 国军在每个阶段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民众今天可以安居乐业60年 国军的贡献是不可以被抹灭的 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满心自问 今天台湾的国军还是当年的国军吗 台湾的军队已经55年没有打过战了 最近的一次就是55年前的金门823炮战 当年的参战老兵看到今天国军被骂到抬不起头 心中肯定是无限的感慨 而当年的军事训练肯定比现在还严格 不同的是当年的部队长官 操你是为了你好 是怕你死在战场上 因为上了战场我们都是要彼此托付性命的 但今天部队的长官操你 是因为看你不爽 自己人在紧闭室里头 把自己人活活地操到死 想想当年那些受人尊敬的将军 哪一个不是在战场上面 身先士卒 带兵带兴 这就是军人会 军人的地位在当年是何等的崇高呢 而今天呢 西线无战事 想要升官 你得靠拉关系拍马屁 究竟是谁羞辱了一个军人的风格 在今天晚上 我们要告诉你 一个常胜将军的故事 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军人的典范 但是在中华民国历史上 孙力人这三个字呢 却曾经消失了整整33年 他是一个抗日英雄 他是一个常胜将军 他是一个带兵带兴的好长官 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好将军 为什么最后他会被人构陷意图兵变叛国 而遭到蒋介石 软禁33年呢 今晚的节目 首先我们就带您认识 孙力人将军 多对本书就烧死几个弟兄 就烧几个家庭的痛苦 尤其高级将领 更要多读书 中国的军队 为什么计划计划人的死 那这就是不读书 1923年 孙力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 同年赴美留学 考入了维吉尼亚军校 1927年他毕业回国 在军阀割据的乱世年代 投身军旅 孙力人他接受西方的军事教育 在他的训练之下 官兵的教育水准 远高于一般部队 所谓的孙氏训练 逐渐地展露头角 他太优秀了 他本人太优秀了 孙力人 你看部队不是黄埔这种 骑在马上或者在台上看的 他走在部队里面 一行一行排在这里 一个一个看 旁边副官记录 每一个人问 你脚要我旁边脱鞋给我看 这样子看的 他是这样带兵的 1937年7月7号 爆发卢沟桥事变 日军全面地进攻中国 孙力人率领部队 在上海周家桥重创日军 日本人惊呼 这是他们所遭遇到 最强的中国部队 那个时候军人冬冬送 很崇拜孙将军吗 那时候 我们知道他 因为那个时候 所有的报纸都叫生猴子 有这么样 都做爆炸他的战功 爆炸他的兄弟 没有人不知道 还有他训练部队 不会扰民 因为一切的部队 那个军阀部队 到那里去 十川人喜欢杀人家鸡 广东人喜欢杀人家狗 所以老百姓很反感 那个盛将军 他的部队 没有哪个敢 怪的很低 他不搭兵的 他怪越大 他越管 越管理 老百姓口中的孙猴子 率领的部队 来到了贵州练兵 当年沈成吉 还只是一个 十几岁的小伙子 他看见传说当中的孙将军 兴奋莫名 在路上 卡号 遇到孙将军 那个时候他很瘦 又在上海打仗 我跟他讲 我说将军 我能不能拆架你们这个部队 他问我 他说你有几个兄弟 我说我只有你 就是我以过 是儿子 其他就是妹妹 他说你不适宜当军人 他你好好的读书 这是沈成吉和孙立仁 第一次的对话 没想到后来 孙立仁到了台湾练兵 两个人又碰面了 沈成吉因为在部队表现杰出 获得孙立仁的召见 最后甚至还成为孙立仁 最信任的贴身侍卫 他家里要召集你 你一定要把一句阵打杂 你下午说来接近你 看到他 你不能低头 你低头以后就完蛋了 他就是心疏不正 他来到台湾练兵的时候 连一个伙夫吵架 都会说我们去找总盛令 然后他就给他一个 笑眯眯地给他们一个评断 因为他很慷慨 他可以给兵两千块 我当时两千块不得了二十万 十万二十万这样给 今天的十万就给你了 孙立仁带兵带兴 他的部队在战场上 可以说是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长盛将军的名号 连老外将领都不得不欣服 1942年 中国组织的远军军 孙立仁率领新三十八师 抵达了缅甸 当时英军被日军包围于原安枪 战进了人军 孙立仁心意也持愿 以佈满一千的兵力 集会助备于几乎军 从印度 那边最后训练之后缓攻缅甸 美国人刚开始缓攻的时候 根本看不起军 这边怎么行 还是我们来主导 就主导跟缅甸的日军打都输 很惨 惨败整个被签名 所以后来孙立仁提了意见 慢慢让他去说 果然成功了 所以孙立仁的部队 因为训练精良而且不怕死 不怕死 而且他踩的那个招数 就是最漂亮的就是要移回打点 就移回的方式 到重要的点 你认为他不肯来这里 他的部队就像天兵一样的下降 所以日本人没办法对付他 美国人当时在缅甸 有一些高级 中级 下级的军官都非常欣赏孙立仁 这个跟后面的故事有关 为什么 因为那个鲁斯克当时就是一个小军官 站在旁边看着孙立仁中将 那个都是毕恭毕 袁安强这一战 孙立仁成功解救了英国盟军七千多人 此举让他扬名于西方世界 被誉为是东方的龙梅尔 包括了蒋介石 罗斯福 以及英女皇都予以振兴肯定 他个人的战略观点是非常操作的 所以每一次作战 日本人都摸不清楚他的事实 虚虚事实 尽得并法之要领 跟美国人在一起不假辞事 我是中将 你是少将 你进来你就要跟我进 美国人一样 他都很凶的 我听他的部下的侍卫都讲 很凶啊 完全照国际的军领这样子来进行 不是说我中国很弱 所以我那个哈腰 我是中将队你上将 少将我还哈得腰不可能 1945年日军投降 国共内战紧接着登场 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吃紧 蒋介石集电孙立远 率领新一军 正面迎战林彪所指挥的东北民族领军 他直播在东北打四兵 四兵打不下来 国民党那里叫你们打不下来 他到了沈阳 把他部队着急来 跟他在学校的市长一讲 明天中午我们在四兵吃午饭 对他命令就不让下打 换句话说你们给我打下来 我的命令没有打得下来 你们的困难我心都不要听 明天中午在那里吃午饭 当然他也会评估到你们有的能力 可以打下来 孙立远的新一军在东北势如破址 据说当年林彪部队流传了一句话 只要不打新一军 不怕中央百万兵 足见孙立远之能耐 他又是单独少数几个流美的 那其他的将领都是黄埔的 所有的黄埔系统都反对孙立远 忌妥他嘛 为什么忌妥他 没有在共产党面前打个败仗 人家就跟老中东造谣 就说孙将军不用黄埔学生 那我们的那些高级将领 哪个都是军校的嘛 都是黄埔军校比你的嘛 当年的东北保安司令 杜玉明出身黄埔 在缅甸远征时 和孙立远已有心结 两人在东北又起了严重的争执 杜玉明一状告上了蒋介石 指称孙立远抗命不听指挥 参谋总部发表命令 名声暗将将孙立远调离东北 据传毛泽东曾开会庆祝 东北将是共军的天下 因为唯一的敌人 被杜玉明给赶走了 孙立远被调回南京之后 颇有英雄无用之地的感慨也无奈 沉寂了一段日子 1947年 孙立远调升陆军副总司令 兼任陆军训练司令 奉派指台湾凤山训练部队 他又爱护部下 爱护到怎么成功 他说你怎么样 你香港脚来 我看一看 他还闻一闻香港脚 哇 这厉害 所以部下很感激他 动作训练的时候 看他那个 就是说看部下做法 来 我做给你看 标准的姿势 他就做握打 然后射击怎么样 当场表演 总司令三星 趴在地上 对这二兵 教他怎么做 没有别的总司令做到 1949年 大陆情势逆转 国民党败退台湾 孙立远亲自的迎接蒋介石 做的经验从那个 就是在高雄那边上岸的时候 台湾安不安全 我在 领袖我在 安全 安全 孙立远当时也是很好 没有问题 你来我保护你 这句话很危险 当时用台湾话讲 很感兴 但是一旦他重新回复领袖地位的时候 这种人就要修理 1949年10月24号 共军进攻金门 国防守军苦战三昼夜 获得最终的胜利 遏止了共军渡海攻台的蠢动 当年在古林头战役 防守第一线的二领一师 就是孙立远来台湾之后 所训练出来的部队 孙立远在民国36年 七八夜的时候就来到台湾 所以台湾在这里训练的部队 基本上是他的系统 那蒋38年在各地跑 然后安排台湾的时候 已经把孙立远放在这里 当第二号棋 第一号棋当然是那个就是陈城 那第三号棋是彭文旗 孙立远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当中 少数具备现代化作战 以及高度指挥能力的将领 他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 然而在以黄埔军系为主流的革命军当中 却难有作为 在国军一路败退的时候 长盛将军孙立远被蒋介石摆在台湾练兵 一直在出卖蒋介石 他出卖任何 他觉得有点麻烦的人才都要出卖 就美国人就利用狗嘛 左狗嘛 就不断地换左狗 这是美国人的政策 大陆一路地往下败的时候 他们就急了 所以也找了陈城 也找了彭文旗 我知道是找三个 那陈城当然他是非常忠于讲 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不可能 那孙立远其实也是很忠于讲 但是孙立远有一个特色 他直率 而且直率在嘴巴上直率 心很诚恳 但是嘴巴直率 不满他会讲出来 美国一看他不满 他complain 有点希望 所以继续跟他联系 更何况孙立远是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人 在民国38年 蒋刚刚下台不久 一两个月 他就去找蒋 给孙立远当总司令 就在国军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之下 美国人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信心 积极接触 试探孙立远 扶植新政权 结果没想到1950年3月1号 蒋介石在台北复兴逝世 履行总统职权 孙立远则是接任陆军总司令 兼任国防部台湾防卫总司令 蒋心里当然不是很舒服 但是每个人这么讲 他就直接找孙立远来 跟他讲 我要生理当总司令 可是这个是假的 孙立远有一个地方蛮好玩的 就是他坚持的时候 他不管你是谁 他对蒋也一样 他的脑中是一个建国的一个概念 但是蒋是在清末出生的 他的脑中是革命的概念 所以我非常强调这一点 就是两个人都忠于国家 所以后来蒋跟孙的冲突 主要就是孙认为我这个军队是国军 蒋认为我的军队是革命军 革命军由党领导 国军由政府领导 差别就很大 所以一旦进入细节问题 两个人就很容易 那个争风相对 别人站在蒋旁边 都毕恭毕敬的那个姿势很清楚 他大了不甩的 就两个手插腰 那个马鞋穿的 他的脚还有点三七步的样子 谁敢这样 就是孙立远敢 孙立远就是这个样子 直来直往的耿直个性 尽管他和蒋介石 在理念上是有所冲突的 不过孙立远对于蒋介石 始终是忠心耿耿 到了晚上两个钟 老总统就拿到那个拐杖 就在那个网球场 我要发功大了 成这样叫 大家都哭了 大家都哭了 所以我们把伯父平均好了以后 我们就发生了 我们只要拥护他 等到以后他 他扶持了以后 他就陪着他儿子 在八年对日抗战期间 孙立远多次拯救过盟军 因此让他在国际间 建立了很高的声望 再加上孙立远 他是喝过羊墨水的 他和美国将领 一直走得非常近 当美国人 想要找人来接替蒋介石的时候 孙立远自然而然 他就成为第一个考虑人选 据说当年的联军统帅 麦克阿瑟将军 还特地派了一架飞机 直接把孙立远从台北 接到了东京去 希望孙立远能够接下 保卫台湾的重则大人 美国人绝对会全力支持他 麦克阿瑟呢 甚至还特地交给了 孙立远一个密码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孙立远你可以直接 和麦克阿瑟通常话 不过据说孙立远当场强调 他要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 保卫台湾 回到台湾之后 孙立远还向陈城报告 蒋介石在知道之后呢 虽然表面上是嘉许肯定 但这心里头呢 恐怕已经不是滋味了 孙立远和美国人走得太近了 让蒋介石开始产生了疑据 不过孙立远倒是自觉 君子坦荡荡的 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他特别瞧不起 蒋经国的政公系统 经常四处的大声批评 有一回呢 蒋经国上门去拜访孙立远 结果孙立远他明明在家里头 但是他倔口 他生病了 没有办法下楼去见客 给蒋经国吃了闭门羹 肯不给太子爷面子 这种感觉的个性呢 也让孙立远在军中 树敌太多而不自知 一旦开始有人想要整理的时候 欲加之罪 何患无耻呢 即使你是一旦名将孙立远 那又如何呢 蒋介石满脑子想着要反攻大陆 美国人则是始终没有放弃 要拉拢孙立远 积极地推动倒奖计划 游说的行动一波又一波 甚至联军统帅麦克阿瑟 他都亲自出马 他派了一架飞机 直接把孙立远接到东京去 在东京的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 希望孙立人去下东京 麦克阿瑟将军给了孙立人将军一本密码 换句话说 你直接可以跟我联络 那时候上海快要冷却了 他说外民党不行了 他说讲正确快要解决了 他想你保卫台湾 你要请我给血 要枪给枪 结果我们升级人这么讲 他说我要在 劳动中拧到指下 保卫台湾 联军人回来以后 就把这盘密码 交给秦成 让他转给 三件事 意思就是说 美国人勾结我 我不接受勾结 对 证据给你 所以联军人是小心翼翼的 美国人打开主意确实有 可是孙立人小心翼翼 有一个电报从台北派回去 那个国务院 说孙立人啊 那个 Satry 就说他拒绝啊 而且干干脆脆的拒绝了 就是这样 断然啊 就断然拒绝 孙立人飞了这一趟东京 结果给自己忍了一身心 他自以为君子坦荡荡 断然地拒绝美国人的邀请 却没有料到表面上蒋介石 虽然是给予家去肯定 但心里头已经很不是滋味了 早期啊 国家正在围王的时候 能够用多少人就用多少人 等到你站起来了 那个局面不一样 所以蒋跟孙的关系 在39年蒋副职 然后勉强地任命 勉强地任命孙为总司令 那个时候开始就转下坡 有这边 因为美国人阻止这个人了 那我危险 当时一开始到台湾来 蒋介石六神五祖 他需要美国人支持他 所以跟美国人关系好的势力 孙立元这些社群 还有宇国阵 他们跟美国关系 可是当这个美国跟台湾 建立的联防交友以后 专家事就不再过来 开始整肃这些人 备受美国人青睐的孙立元 也许就是因为所谓的功高震主 让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渐行渐远 但孙立元显然毫无所席 可能因此埋下杀身之过 他看不惯的事情照样大声说话 他看不顺眼的人照样理得不理 管你是太子爷也不买账 奖金我来看他 要看总司令 总司令在楼上 他的秘书 那个护官叫陈良勋 就上去报告 报告总司令 蒋主任来了 跟他讲我生病 报告主任 总司令生病身体不是很好 那我上去看他 蒋主任非常诚恳 要上去看他 又上去了 说不要不要上来 什么什么 因为他没生病了 好 这蒋主任就非常怒 好 就记在心里 那蒋主任旁边的人 知道这些事 就要修理孙立元 就规划一些案子 1955年 在孙立元周围的部署 因为涉及到所谓的匪敌案 开始遭到政工系统的约谈 孙立元的贴身世卫审承机 他也被指控 要趁着蒋介石到屏东去阅兵的时候 用大炮轰掉阅兵台 但这种指控分明就是胡说八道 因为当时孙立元还担任的是参军长的职务 他一定要陪在蒋介石身边 如果往阅兵台这么一轰 孙立元站在旁边他会没事吗 有这样子的兵变法 而且如果孙立元正要叛变 他会笨到等到自己手上的兵权被拔掉之后 才做这件事情了 尽管这件事情听起来荒谬至极 不过沈臣基他还是被派入狱 当年因为孙立元被扯进这个匪谍案 受到牵连的多达了108人 蒋介石发布的孙立元是因为用人不察 引咎辞职 但是体念孙立元 你抗战剿匪友谋 从轻发落 在1995年 孙立元被安排住进了台中的一处平房 有一排的宪兵 严加保护 我可以举手来法治 我们凤山不要说圣江军 我们凤山的所有的部队 小心啊 可以说百分之百 都是永福总统的 圣江军是从西方的教育 讲经话他是从我国的教育 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 都到上位了 都当年党 三分之二的时间 要去应付指教育 就是这个经济管理政策 停止系统也是很密的 这个想象得到 这孙立元什么动作一定都报告 孙立元几乎天天跟老美在一起 1955年7月 孙立元陆军总司令任期见门 一般预料 孙立元将会升任参谋总长一职 不过蒋介石却出乎意料之外的 以三军统帅的名义发布命令 调升孙立元为总统府参军长 一举罢出了孙立元的军权 在另外一方面 只要是被视为孙家军的人马 几乎都受到排挤 打散到各个部队 孙立元又讲话又到处去批评 又到处跟参谋总长也吵架 跟蒋主任也吵架 看起来好像叛叛 不满嘛 看起来好像很不满嘛 要叛叛 可是事实上这种 有不满就讲出来的人 最不会叛叛 叛叛的一定很阴险 我不讲才能叛叛成功 最大的荒谬 他说孙立人要打他主任 孙立人当时是宿军总司令 在这个以前他是台湾的 变军军 台湾的很多军人 给他控制 那时候就蒋介石到台湾来 他那个时候不争议 当了参军长以后争议 通吗 参军长没有实权了嘛 他要叛你变 打你主意 要搞兵变 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做呢 不痛吗 谣言或者这个计划 谁透露的 这个目前 目前找不到这个 不过真的风声鹤唳 据说当时 何英勤将军 曾经托人带话给孙立人 要他小心点 有人要整他 这谣言一大堆 但是孙立人都一笑置之 孙立人他太过于自信 个性又太过于强烈 虽然很会打仗 但是在政治上 却没有应对的头脑 不过因为当时 孙立人的声望实在太高 没有办法 把他直接拉下来 唯一的方法 就是先制造一些空气 孙立人的部署 都是匪谍 都要造反 我们别抓你 住着晚上 那个将军馆的 那个政工人员 来了以后 开十分之三的 来了以后 就叫你去床 去床以后 就政工人员 就把你这个 1955起来以后 就走了 就抓走了 他这么问我 他讲我 要吃回高雄 要啥 就我那炮 把平东 通常对准 平东 就是6月 1月9号 对准平东 把平东 那个司令台封掉 一个少将 为我 我说 炸子丢啊 就是丢在你们 这些事情 我说 你说我们要改命 你说我们要把 中共的推翻 那孙立人在上面嘛 那我 我只会 我叫高雄 要在 中列炮 把平东飞机 把他轰垮了 我叫我们 永福水 还有一个案 就是在台南新营 蒋到南部去 叶冰 视察之后 经过 说省公路 经过新营的时候 拦截他 抓起来 抓到电台去 要他公开的宣布 要改革 不要用这些 目前这些 那个 这个就是说 层次不高 没有能力的 的官员 几个 那个年轻军官 位级的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我们要起来 要把蒋围在那边 都不容易 因为他有 卫兵 卫兵 宪兵跟着他来的 你要拦截他 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讲起来 这故事好像都很好听 白色恐怖的年代 要害一个人 入罪是很简单的 只要扣顶红帽子 孙力人身边的人 从外围打入了核心 一共被罗织了 五个匪谍案 108个人 遭到了逮捕 后来就是用 郭挺亮的匪谍案 你提到的 这个另外一个案 用这个案 让郭挺亮 说服郭挺亮 说你当匪谍 可以救孙力人 反过来讲 你如果承认匪谍 你死 然后孙力人 就可以不死 本来是抓他去 其实说他是匪谍 那个刑训了 非常长的时间 用最严酷的去 刑求他 他都不承认 然后后来改 用软 你是为了孙力人的 没想到是一个陷阱 他一承认匪谍 之后不久 八月孙力人就 孙参军长就没有完成 1955年八月 蒋介石正式发布 总统府参军长 二级上将孙力人 因为匪谍郭挺亮一案 引咎辞职 总统府甚至煞有介事 组成了调查委员会 结论证实 郭挺亮是匪谍 利用与孙力人的关系 阴谋在台湾制造动乱 意图颠覆政府 孙力人将军用人不查 应付其咎 但体念孙将军 抗战剿匪有功 攻在党国 特从亲发落 孙力人被安排 一排居住在台中 派遣一排宪兵严加保护 孙力人一被抓 那个监察院余佑任 余佑任看这个蒋 这个蒋中正你干什么 那个怎么抓这个 这个人是很好的 立刻调查 所以就委托 一个监察委员 叫曹启文来带动 然后有五人小组立刻调查 两个月的时间写出报告 所以八月被关进去 十月写出报告很快 写出来就是说 曹词句 孙力人量不自 愚昧自此 就在那个监察院最隐秘的 那个保险箱里面 锁在那里 民国九十年才见天字 我们有清净处处知道 那个案子是冤枉 对孙力人的这个忽略是冤枉 孙力人的忠诚度 是不容怀疑 他的苦恼是 他努力了半天 他分不清 有的时候分不清 爱的是中华民国 还爱的是奖家政权 他保护的是中华民国 还是奖家政权 他们会弄毁 在孙力人被软禁的年代 他的一切事迹 遭到国民党的刻意删除 孙力人三个字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消失了33年 曾经叱咤战场 战功标饼的一代抗日名将 他的后半辈子 只能够待在这个小庭院里 种种花散散步 半身戎马 空流惆怅 生命最后的35年 其实过得蛮纯痛的 我所了解的就是 他在家里坐在那里看书 旁边接着他的那些正宫 摆书 他突然来过穿书 一把墙走 这么没有礼貌的 然后砍 你在砍什么 所以人是那么骄傲的人 刺的这个不难吃 对 对 对阮静到后来 因为意志消沉 我把录音机放在他嘴巴旁 他讲的话 全部录不进去 全部录不进去 就讲 这个 有气无声 因为录音要录声音 他有气 那个气如油丝 然后没有声音 在两位蒋总统 蒋介石和蒋经国 先后辞世之后 军方对于孙力人的管控 也慢慢地放松了 老部署 可以获准进到的屋子 和老长官聊聊天 有人聊到的激动处 替孙力人打抱不平 痛骂蒋介石 结果还挨了一顿骂 我说总统 我说老总他让人 老总统 他让人家说 你只会你 并不会再干 好 那个派大会都讲 蒋介石 这个时候 新年军那个时候 你退一步 站起来 我会干什么 我就把他抱他 他就要拿去 打那个派大会 他说 蒋介石是你教的 他是你教的 所以从我认识新年之内 他没讲过老总统 带去好 我说你对蒋介石的看法 就是他很自私 但是他是我领袖 我还是忠于领袖 他对了部下都这样讲 都是我害人 所以这个人要求自己严格 事实上他没有怎么害他 害部下 但是他有一个地方 害部下就是说 他对彭闷记看不起 对蒋经国看不起 而且也是不假辞事 跟对美国军官一样 那中国人你对他这样 他会记恨的 1988年1月13号 蒋经国逝世 孙案翻案的压力顿解 媒体上关于孙利元案的声音渐起 立法院和监察院要求 重新调查孙利元案 就在孙利元被软禁了33年之后 1988年3月20号 当年的国防部长 郑委员来到了孙利元的家中 宣布即日起 孙利元恢复一切行动言论的自由 当时有记者问孙利元 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 孙利元只是淡淡地反问 从未反过 和平之友 他们跟郭天上说 当年我是为了国家 所以吸血了你 你为了为爱国 我们承认吸血了你 可是现在请你再爱国一次 你不要讲出秘密来 因为你讲出来以后 我们国家的形象是受害 所以请你再爱国一次 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在众力火车站 所谓跳车 其实被在车上 就被重击整个脑浆歪掉 警总就承认 郭挺亮是被杀了 但是我们不足以决定 那就奇怪 谁决定呢 郭挺亮死的时候 蒋经果也死了 这下为孙力仁将军九十大寿 而举办的亲友救赎 千人祝寿活动 在上午十点五十分 孙力仁将军 在家人的扶持之下 以及省府邱超焕主席 陪同之下 步入了寿堂 而掀起了近四千多人 帮扶老长官和长生 揭开了祝寿的序幕高潮 这是孙力仁最后一次公开的露面 1990年11月19号 孙力仁病逝于台中寓所 享受九十废 李登辉总统特班包扬令 和金钟状 以招式孙将军 转战南北的标柄战机 和来台后巩固基地的贡献 络绎不绝的党政各界人士 以及军方代表 国防部长陈吕安等人 都前往祭拜 吊艳的人士估计超过一万人 孙力仁将军的出兵队伍 长达一公里 昔日尊敬他的老部署们 纷纷为他摆设路纪 沿途所致 哀痛震天 2001年1月9号 监察院终于公布了1955年 监察院五人小组 对孙力仁事件的完整版调查报告 并且审查通过了中研院 近年对孙案重新搜证 和访谈的结论 确定了孙力仁将军并未谋判 部署郭廷亮也不是匪别 当年因为不当的审判 被捕下狱的孙力仁部署 一一获得了赔偿 在历经将近半个世纪之后 官方首度正式地承认 当年是用制造匪夷的方式 让孙力仁下台 他说我将来我要搬到广州白云机场 因为新一军的公布 你再拿个地方 他要跟他拿去 施烂的这些怪兵才能去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现在在台北市几座对外的联络桥梁 有些还是可以看到 宪兵的检查上 当年所有要进出台北市的军车 都必须要停车受捡 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军事叛变 真正的叛变 一定要有组织 有句话 组谋的人 手上有掌控有兵权 而且这些部队 愿意听他的调配 你不知道你现在谁 我们大家去包围中的府 你看人家要理你 你连他喊一喊 但是因为你神经病笑 你都不理你 对不对 1964年1月21号 上午10点左右 担任装甲兵副司令的赵振华少将 集合国军最精锐的装甲第一师 所有的部队干部进行驯化 因为他心里很痛苦 将尉管离开以后 那个装甲兵司令应该给他 我期待大卫在作战的时候 他就是前辈 在这个战场里面 这个枪林弹雨 还有这个四山雪海里面滚出来的人 那个时候在作战的时候 跟这个国军作战 那个战车的驴带里面 都用那个机枪已经打完了 用驴带就战车冲不起 人的碎肉跟那个碎骨都夹在那个驴带里面 车子在保养的时候 用那个藏钉子把他敲出来 臭得要命 这惨烈到这种程度 他是那个里面滚出来的人 他对于后面这些拍马屁这些家伙 没有能力的家伙 去当他的领导者 那当他的领导者呢 不尊重他 不说 还以至于说压迫他 所以他受不了 赵振华在台上所发表的演讲内容 类似封建社会所谓的清军策 台下的官兵面面相去 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 没想到赵振华他越说越激动 甚至还拔起了妖际的四五手枪 朝着天宏开了一枪 颇有名枪起义的味道 每年有一次战备检查的机会 他认为他有号召力 可以号召这个战车部队跟他北上 他并不是要对 他是希望清军策到了台上 就这样 就是骂贪官污吏 骂妨害国家这些 然后还对空开了一枪 老实话很傻 要是我 我有些要造反 未知的话都不讲 下边你出发 对这个专家兵通通到新装以后 才血布啊 我们把中东府委起来 你这么拿一笔 一直讲 讲两个钟头 他一直讲 讲了 他人家累了 还叫了一些士兵 坐下来 坐下来还在讲 寒冷的一月天 赵志华他热血沸腾 他高声的疾呼 身为国军精锐的装甲部队 在国家局势危险时刻 应该要挺身而出 为国奋斗 不过此时 虎口激励大门口的卫兵 听到了赵志华的演讲内容 感觉部队 立刻循环到 向安全单位通报 保防人员就电话打了 台北马上就做反应 未去吃的部队 马上把战备部队派着他 短短的半个钟头之内 新竹以北的部队通通动了起来 除了计划在湖口以北 纵贯公路构筑阵地 部署重兵拦截装甲部队之外 空军F-86军刀式战机 也进入了战备状态 马上工兵部队 还有反装甲部队 向所有的桥梁快速奔驰 以最快速度就冲了桥上去 把炸药装起来 然后反装甲部队 就是遥动了106公里的 反战车的无座力炮 还有3.5寸的火箭筒 就部署 因为专门打战车了 都把它部署好了 然后也通知空军 挂上汽油弹 准备炸 飞机就起来去坑气而炸 做第一波的组织攻击去炸 炸完以后 你再进来就碰到 反装甲武器的打 如果还组织不了就炸巧 一般的轻轻 根本就炸 所以它像猛虎一样 它真正的冲进来的话 它真正可以把 把这个三军总部兵都包围起来 真正把国务都包围起来 它有这个能力 就一百多辆战车冲进来 那还不得了 那如果说这个战路兵冲进来 台北 它就是真的是进来以后 真的无敌手 根据当年老兵的回忆 由于消息被封锁 在新竹以北的部队接过了命令紧急动员 防守各个火车战 当时还有人以为要准备反攻大陆 没想到是自己人要搞兵舰 结果打算揭竿起义的赵志华 他势单力保 一个少将在他的部队面前 遭到阵战员员当场去 他后来说 有没有人愿意过到台北 这样问的时候 那就有一个战斗群的一个震战处 他说他愿意上来 他说包副司令 我愿意 我支持你 他上来 他上来的时候 他就说一人一人走上来 这个时候赵志华手枪是放在 放在这个司令台的这个 司令台讲座上面 他一下就把手枪拿到手上 就跨到这边 包副司令 心里不要激动 就要对他 其他的人一拥而上 就把他拖走 赵志华被捕之后 依照陆海空军刑法的 判乱罪起诉 原本是唯一死刑 不过在蒋介石考量 赵志华的翻译 可被理解之下 加上蒋伟国的力保求情 改判无奇徒刑 赵志华在1978年保外就医 1980年抑郁而终 他在讲话的时候 他还是很推崇老总统 他一直指着老总统移民伟大 因为老总统旁边有一些人是小人 他要去清军策 他是一种忠君思想 他是忠于老总统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再加上蒋伟国力保他 说他一时都糊涂 情绪上造成他这样 给他一个大的压迫 他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样 感到自己不平的待遇 他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但是事后劝他下来 他也就下来了 他也就跟大家一起走 他也悔过也知错 蒋伟国力保赵志华 自己也受到了牵连 事件发生当时 蒋伟国已经卸下了装甲兵司令 调往陆军参谋大学当校长 结果因为虎口事件 他的中将阶挂了17年 还升不上去 蒋伟国也为了这件事情 以前的老总统蒋介石认为 他用人不明 然后这个驾驭部下 没有驾驭好 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形 这是两大原因 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个性 那另外一个就是赵志华的使用 所以到最后他只干到 连行总司令 无独有偶的是 虎口事件发生的当时 临近的韩国 越南 都发生了兵变 这更让蒋介石心生疑惧 此后震战系统对于部队的掌控 更加的严密 而先兵的部队严格管控 所有的军车进入首都 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 震战军有这样的功能 那防止叛乱 这个是震战非要不可 所以这样 震战是一模这样 本来要取消的 军车要通过台北 外线是一定要先报备 为什么要经过报备 同意才可以进来 不然就不可以进来 有很严格的管制 你看你不像你到有些桥 比如像中正桥 中正桥靠永恒那个方向 它那个泄密的桥旁边 就有他们的宿舍 有他们的营房 你看很多桥梁 很多重要的通道面 都有泄密的营房 现在还看得到 只是有些都已经空掉了 没有 危机就是转机 我们期待的国防部呢 又借由这次的事件 痛改前非 大破大力 重新唤醒 沉睡已久的军人魂 感谢您今晚收看 我说没想 我们再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明天才是时间 我说明天才是在学校上 新音乐